在今集開始之前 希望看到這條影片的朋友 如果你喜歡今集的內容 希望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個 Like 而作對我們的支持 各位好 又到了長崩教室了 看到桌面上有一條鶴魚 即是銀雪魚 今次我們會跟大家講解 Ground Fish 的切法 今集我們就講解 跌崩 Ground Fish Ground Fish 的切法 基本上是最普遍的 平時在超市場買的 就一片片切開 另一種切法 我們是餐廳最常見的 就這樣打橫切開 其實Ground Fish 是很多種切法 現在就跟大家講解 講解開這條Ground Fish 之前跟大家講解 上次在Flat Fish 時也講解 Ground Fish 其實分兩種 一種是河魚 一種是海魚 現在這一種鶴魚 它就是海魚 另外有一些河魚 例如鰻魚 鯉魚 這些 其實它是河魚來的 在河的生活 而不能出海的 河魚有很多種 例如我們吃的三文魚 湯拿 以及我們現在面前一隻鶴魚 另外有一種是很特別的 就是三文魚的近親 Troll魚 即是熊俊魚 那隻其實是同科 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呢 三文魚其實很特別 三文魚本身一出生的時候 它就是一條河的出生 孵化了的時候 如果它能夠出海的時候 即是在河裡游出海的時候 它就會成為三文魚 然後三文魚就由海裡游上去 那條河的產卵 但如果它沒有游出海 在河裡生活 它就叫做熊俊魚 所以其實是比較特別的 千萬不要以為Troll和Semon 是同一種 其實是不同的 兩種 因為河魚和河魚最大的分別就是 河魚其實很大機會會有寄生蟲 還有很多細菌的 海魚就沒有那麼多蟲 講解完這裏 現在就來講怎樣切熊俊魚了 首先我們會將這條魚開三部分 因為我們會有不同的切法 開魚之前先放一些魚鱗 銀雪魚有分兩隻 我這隻就是細鱗的銀雪魚 另外一隻是大鱗的銀雪魚 這個也是凍肉鍋的 小鱗就會便宜一點 大鱗就很貴的 先做一個記號 先用它讓它來到這裡 後面又被針到這裡 這裏最後下針粘 按住後來先切開的 椰式升級 用來再放開 之後 hacerlo拍然後 第一曲的湯法 就在這裏開Disc野 叫做做 borbicho 會在長大小小小es 開Disc野 joints了兩種 Är 一款就由魚隻骨開始切下去 這個就是直接切法 完整隻骨切下去 將所有魚骨直接切開 另外一種切法 就會是由隻骨上面打橫切開 剪開完之後 就會沿著骨仔掃下去 把隻骨切出來 上面有些肉的 這個沒辦法了 因為它是黏住的肉 然後我們把這個黑色位切掉 那些骨是落到下面的 我們要勾一點的位置 慢慢慢慢切下去 然後黑色這些片就可以了 全部都是魚骨 中間也有一堆骨 我們會用骨鉗 把骨鉗切出來 一條 把骨鉗切出來 因為骨鉗切進去裡面 把骨鉗切出來 千萬不要這樣 這樣你會弄壞小肉 這樣你會弄壞小肉 把骨鉗切完之後 再摸一摸 看看還有那些骨鉗 把骨鉗切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把骨鉗切出來 把骨鉗切出來 把骨鉗切出來 就不會用骨鉗切出來 切掉 不要用來煮湯的 然後把它切成每一個厚度 是1吋 1吋大約1個字 我自己 大概這個位置 就這樣 一塊 比較厚一點 視乎你自己想要多厚 通常就一塊這麼厚 最後安靠這裡我們不改了 因為再改它已經沒有肉 就這樣 然後到中間這一部分 中間這一部分 我們會做骨鉗 先切開骨鉗 切斷完骨鉗 再用刀 切一切 這樣就可以了 做骨鉗其實比較容易 我們就這樣 好像平時街市買的一樣 每一塊大約1吋的厚度 切掉它就可以了 有些也會跟大小的 你會看到其實它慢慢收窄 頭一點點就比較窄 大概1吋左右 切到骨鉗 後來這裡可能平分了 然後用鋸齒刀 鋸斷骨 千萬不要用鋸齒刀鋸 鋸齒刀骨鉗 只要鋸斷骨 然後用刀 就這樣 這些就是我們平時吃的魚扒 魚扒就不能去骨鉗 因為它本身的骨鉗 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去的話 就要把骨鉗掉 然後把骨鉗切一切 切到骨鉗 煮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骨鉗的骨鉗 捲到骨鉗 到時你綁住骨鉗 就會有一塊圓形的魚扒 就是這樣 我們就另外放開它 剛才說過了 第一個湯法就是 從骨鉗切到骨鉗 沿著骨鉗 起了這塊骨鉗 看到全部都骨鉗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一樣 從上面開下去 首先把骨鉗切到骨鉗 先把骨鉗切到骨鉗 告訴自己它在哪裏 然後由魚鰭下面的位置 進入刀 現在就會切到骨鉗 繼續把骨鉗切到骨鉗 先把骨鉗切到骨鉗 把骨鉗切到骨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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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法 中間就不會有骨鉗 可以看到兩個分別 一個就是中間會有骨鉗 一個就是中間沒有骨鉗 魚鰭切到骨鉗 把骨鉗切到骨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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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下刀 輕輕的 不用拖到太深 拖到太深 就會把骨鉗切到骨鉗 然後 上去 盡量切到骨鉗 手 看一看 等一看 骨鉗 第一塊 是所以左邊 bull鉗 你在那塊 bull鉗 把骨鉗切到骨鉗 在木板上 倒一看 把骨鉗切到骨鉗 把加刀部份 把骨鉗切到骨鉗 先塗進去 把那塊 bull鉗 分 disconnect 都出來 這些 bull鉗 可以做骨鉗 如何做 很厚一點 大概要打開一半 或是斷克 看你了 以前在操餐廳的時候 開魚扒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先鋪魚 放230g 我們在這個位置拿82g 千萬不要中間開 為什麼不中間呢 因為魚是這樣收窄的 代表後面越來越少 中間開的話就不會兩邊一樣是115g或者120g 可能我頭段拿窄一點 後面拿多一點才有機會拿得到 大概這個位置 大約129g 就變成98g 就是這樣開了 現在也讓大家很清晰地看到 Long Filet Long Filet有時餐廳會看到是這樣的 煎熟了兩邊 Stick 最常見的 Supermarket 就看到了 Felet 這個就先說了一半 另外一個Felet的切法 另外切出來的魚骨 另外就是Round Fish的切法 讓大家看到了 今集我們Depone Ground Fish 也已經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今集也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詳細食譜 我們會上載在Facebook 中文道 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查閱 另外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希望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同樣按個Like 而助對我們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Long Filet 5